王玉,60岁,退休金2800元,有双宝,住房面积80多平米,黎玉 80平的,我这房子 80平的,也是不错 对 原来女儿也是这个小区的 现在外孙上学了,搬走了三年 这一搬走了,我的心可空了 自从女儿搬离这个小区后 独自一个人住在80多平米的房子 王大姐时常会感觉到孤独 王大姐说,自己原本是黑龙江人 十年前,姑娘嫁到了长春 她也随之跟了过来 这个房子,姑娘给我拿了一多块钱 我们都是现金 交的款,没贷款 全款 有双宝,有退休金 现在退休是2800块钱 企业退休 为了外孙子上学 女儿已经搬离这个小区三年了 这三年中,王大姐说 得回自己开发了几项爱好 才打发了自己的无聊时光 学古增就是王大姐自行开发爱好中的一项 这古增啥时候买的呀 去年买的 去年买的 买完了之后,我说我先自学 本身吧,老年大学它今年六月份招生 这不赶上那个疫情吗 完了就没招生 看得也不好,都是自学的 对,那你之前有这个文艺方面的功夫吗 原来我在学校的时候中小学吧 就是文体都挺好 对于古增,王大姐可谓是自学成才 用王大姐自己的话说 现在的古增还有点拿不出手 要说最让自己自豪的一项爱好啊 还得是接下来的绘画 看看我的国画吧 好啊 我对这方面很有自信 就是我看个微信他们发的 什么5060后的什么的 发的就是这个 就是要回忆往事似的 这是人家画的 画完之后,我个手机上截的图 我现在去那个福音社福音的 回来我就照着画的 这个是你画的呀 对呀 哇,好逼真啊 现在我就是看到就是一个图片 假如我去参加书画展 嗯 完了我就照着 照着回来,我要喜欢的话 我就坐着就能画去 就是直接照图就能画出来 对 这里都是你的作品呀,白姐 这个可以展示的就是 这是彻叶 特别长 哇 好美呀 这我照白鸟图上画的 白鸟图画的 对 这个这幅作品 你完成需要多长时间了,大姐 这个我就是半天来一幅 用不了半天 嗯 你还别说啊 王大姐这画画的还真是唯妙唯笑啊 看到王大姐这些个作品 你是不是觉得这王大姐得有老多年的绘画工底了 但王大姐说了,自己完全是零基础 绘画才学了两年 零基础 这学了几年了 我这个就是到二十道吧 两年呗 两年 两年 就学成这样 对 一手处处辛苦 王大姐 反正我自己收拾完了 我就开始画 有的时候吧 就是为了画吃饭就对付了 为了画画吃饭对付 吃饭都对付了 王大姐说 自己干啥都有个不服输的劲儿 要么就不做 要做 就得有模有样 实际我干什么吧 都挺有自信的 就唯一在这个找老伴上 我觉得 现在这男人好像 就找我都得看那个 长得要漂亮的 年轻漂亮的 所以说我个子比较矮 瘦小 小小柳柳型的